你们有没有吃过黄瓜 咱也不知道为啥 评论区有一小伴 想让我尝一尝他们家卖的黄瓜 然后我就去他们家买了一份 我以为这个黄瓜很平常很普通 就像这种黄瓜经常见的 但这个黄瓜名字非常好听 叫做马沙黄瓜 就是马沙拉蒂的马沙 质量还真的挺好的 这个黄瓜呢 我们本地说实话卖的并不多 因为都是普通的黄瓜 看这个黄瓜大家看一下 又短又粗的 就我们这儿就没有卖过 今天我们就当一个评测 就尝一下 跟普通黄瓜没啥区别 味道就一样 但是它的水更多 可能是这个黄瓜体型的原因 纯水会比较多一点 重点来了 我买了小伙伴卖的这个黄瓜以后呢 然后我发现他们隔壁店还有一款黄瓜 光黄瓜就有好多 对吧 花里糊哨的 小伙伴这家的我就不介绍了 花多少钱 但是这么一堆小黄瓜 花了小浪哥9块9 我也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 反正我买了这个顺手就买了这个 对比一下 反正是作为黄瓜差距挺大的 看一下 找个大的 好像这种黄瓜是不是就是长不大呀 他们的品种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的形状啊 姿态啊 可能口感也不一样 尝一下 没啥味儿 这个吃起来就不是黄瓜的味道 脆还挺脆的 可能就是这个是太嫩吧 有没有懂的小伙伴儿啊 这个黄瓜我确实是生之真的不好吃 我还喜欢这个粗的 这种 脆脆足 这两种 你们喜欢吃哪个 评论区留言